很多男人前列腺在哪都搞不清 知道他容易得癌的就更少了 这哪行啊 菊花王里五厘米左右 打这儿隔长臂过去 就是前列腺 这玩意儿女人没有 别跟着掺和 男人一上45 得前列腺癌的几率蹭蹭的长 尤其是55到74岁 患癌率最高 而且这病早期可能一点感觉没有 等有了反应 也是尿贫尿疾尿疼 不少人都当小毛病 根本不瞧大夫 Oh shit 这可都是晚期症状了 再拖可就会腿肿 浑身疼 甚至骨折 有你好瘦的 提前做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检测 简称PSA 就能知道自个儿得没得前列腺癌 一般人达55岁开始做 有家族病史的就从45岁开始做 检查很简单 抽个血 瞧着血清总PSA这个指标 记住了4NG每毫升 是道卡 没上这数就没事 4到10NG每毫升的 得听大夫建议 要不要做进一步检查 要是剩10NG每毫升了 患癌几率可不小 得麻溜 做个前列腺穿刺确染 男人们别老觉得自己大老爷们的 不会得病 定期体检是对家人负责的体现 这样的男人才更有魅力 听到没有 还不赶紧拉上家里的爸爸 叔叔 伯伯 这种上了50的一起去做PSA检查 家里人生病可一点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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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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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